公孙夏 话说宝丁有个健身 打算到京城去花钱买个县官做 刚整理行装要出发就生病了 他一病就是一个多月不能起床 一天忽然书童来向他禀报 外面来了一个客人 他一听有客 忘记了自己的病就出去迎接 一出门见来人衣服滑贵 像个贵人就连连拱手请客人进屋 客人坐下后 他便问贵客来意 客人说我叫公孙夏 是十一皇子家的座上课 听说你整理行装要去活动个县官做 我认为你既然有志气 何不活动个太守当 那不更好吗 见生谦逊地表示感谢 说我的钱太少 不敢有更高的想法 客人听了 表示愿意帮忙 帮他出一半钱 并约好时间叫人到他住所去拿 见生很高兴 要求给一引荐 客人对他说 总督 辅台都是我的好朋友 只要有五千贯钱 是就能办成 眼下真定地方缺额 可快一点半 见生认为真定是本省内的地方 在当地做官不好 客人说 你真傻 只要有空子可钻 管他本省不本省的 见生心里不踏实 仍犹犹豫豫 总怀疑这事有点荒唐 客人进一步说 不用怀疑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个官是阴间的一个城隍缺职 你受限已经尽了 住了死名册 趁此机会办理办理 到阴间还可荣华富贵 说完就要告别而去 临走还在嘱咐 你自己先准备着 三日内再见 骑上马就走了 见生忽然睁眼一看 想了想 原来是个梦 但他相信梦里的一切是真的 就与妻子说了永别的话 并拿出所藏的银子 买了纸元宝一万多提 一时郡中的这类东西 全被他买光了 把纸元宝堆在院子里 加上纸扎的同男同女 纸马 纸牛等物 一起点上火 日夜焚烧 烧得灰有小山那么高 到了第三天 那个客人果然来了 建生便拿出钱交给他兑现 客人收了钱 就领他到了部院 见一个桂冠坐在殿上 建生便跪拜在殿下 桂冠略问了问他的姓名后 便勉励他为官要清正等 拿任命书给他 建生便叩头谢恩而去 建生当了太守 自认为出身建生 地位卑贱 如果没有大队车马 没有好的服饰加以炫耀 不足以振服部下 于是他买上很好的车马 还打发诡异 用彩车接来了美妾 各项准备工作刚刚就绪 甄定郡的仪仗队就来接他 他跟着仪仗队一路走着 人们家道欢呼 他十分自得 大队人马正走着 忽然前面领路的鼓跃停住了 惊奇也放倒了 他正惊一问 又见前面骑马的人都下了马 一起跪倒在路旁 并且渐渐缩小 人缩到一尺高 马缩到如猫大 他车前的人报告说 官帝神来了 剑声一听也害怕了 急忙下车跪在地上 一抬头 远远看见官帝骑着大马 后面跟着四五匹坐骑 慢慢向他走来 神长的是落腮胡子 不大像人世间所画的肖像那样 然而重态威严 两只眼很长 一直长到耳朵边 官帝走近前来问 这是什么官 随从回答 针定太守官帝说 小小的一个太守 怎么这么威风 剑声听了 吓得毛骨悚然 身子觉得一下缩小了许多 他看了一下自己 像个六七岁的小孩子 官帝叫他起来 一块跟在马后走 走了不多时 到旁有一座宫殿 官帝下马进了殿 朝南坐下 命人取纸 必给建生 先叫他自己写出籍贯 姓名 建生写完成上 官帝一看 大怒对他说 看你写的错别字这么多 字也不成样子 真是个是块小人 哪里能当民官 又命人查他的德行路 有一人贵奏 没有听到说什么 官帝严厉地说 你投机钻赢罪还小些 买绝讨官罪恶太大 于是就有两个金甲神人 拿了锁链出去 又有两个小神捉住建生 脱去官服 摘去官帽 推倒在地 打了他五十大板 只打得钉上的肉 都几乎掉了下来 最后把他撵了出去 建生出门后 四下一看 车马都没有了 觉得浑身疼得不能走路 便趴在草丛里休息 仔细辨认了一下周围 这地方离家并不远 幸好觉得身子很轻 轻得走起路来 像树叶一样 他走了一天一夜 才到了家 忽然觉着像做了个梦一样 睁眼一看 自己还是躺在床上呻吟 全家人都来问他 他啥也不说 只喊定疼 在此以前 他一直闭着眼 像死了一样 已有七天了 到现在 他才明白了一切 便问家人 阿莲为什么没来 原来阿莲是他爱妾的小名 先是有一天 阿莲正与人说话 忽然说 我丈夫当了真定太守 派人接我来了 说吧 就进屋梳妆打扮 打扮王后就死了 这事到今天才隔了一夜 家人说完 认为这是很奇怪 建生却完全明白 只有悔恨而已 他叫人把阿莲的尸体留下 不要埋葬 等他苏醒过来 可是一直等了几天 仍没还阳 才埋葬了 健身的病渐渐好了 可定疮却更厉害了 半年后才能起来走路 自己常对人说 我光合钱都没有了 而且还受到阴间的刑罚 这些我都能忍受 但不能忍受的是 我的爱妾不知道哪里去了 一到夜晚便不知如何消磨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